独子被逮捕亲友接迪英反应超诡异。亲姐哭求放过报原就孙安佐内幕。 孙鹏跟迪英的18岁独子孙安佐近日在美国遭到逮捕,因他在学校对同学扬言将扫射校园,被举报后警方直接把他逮捕关到宾州监狱进行精神评估。 原本迪英想花291万保释金就,但根据美国法条律师却说就算付了保释金,孙安佐也不会被放出来,建议直接关在监狱直到4月11的审判,因此迪英就不付了,选择先让儿子关在监狱。 警方更在他房间搜出多种武器,甚至电脑记录中有查询购买枪支的记录,及多张他戴防毒面具,自制火焰喷射器的影片,合理怀疑他发动恐攻击率很高,就算孙安佐强调只是个玩笑话。 但警方仍然认为他囤积军火因此可能面临刑责,孙安佐同学更透露他对枪很著迷,有人听到他谈论枪的事情,我想,刚好被某人听见,并报警,所以警方才采取行动。 根据苹果新闻报道,从事情发生至今,迪英的二姐迪梅哭住透露我妹平时把儿子交得很严谨,不可能让小孩在社会上做坏事,都是爸妈,指迪英与孙鹏,买给他的会有危险吗? 迪英与孙鹏在台湾买的东西属于合法,如果非法,怎么可能可以带出国,我们做的每件事都合法。 如果要做坏事就不会那么明目张胆把那些东西放家里,求大家放过他们。 迪英与孙鹏为了救儿子,目前已动身飞往美国,稀有还傻眼透露事情发生至今,迪英的反应异常冷静,甚至还会反过来安慰其他人,完全不慌张地镇定模样,真的很不可思议。 迪英二姐最后更夜表示,迪英与孙鹏都是一人身份,很担心在美国会受到刁难,我看住孙安佐长大的,他对人有礼貌,单纯,也不会说脏话,一个人在国外,男孩子比较粗线条,不知道那些话的严重性,一句玩笑话会变成这样,也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希望大家给予他们时间好好处理。 而孙安佐的偶像李昌玉博士也现身说明其实关键脱罪证据是孙安佐没有东枪,美国刑事案件常常使用,有没有枪支,来定罪,他们要打赢这场账必须找到导航很高的律师,若是能用这点证据说服,或许还有转还余的。 不过多数律师几乎表明孙安佐极有可能会被遣返台湾,且十年以内不可入境美国更留下暗地,全身而会希望渺茫。 图片来源,三例新闻。来看看,孙安佐美国遭逮捕,影片。 哎,这玩笑真的开大了,尤其美国又有多次恐攻事件,打赢的希望渺茫啊。